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波正面毁天没地 反推还能推回射手奈特也直接阵亡 正面一波 黎幻四 配合的上路兵线 我觉得这波有可能一波掉啊 看一下 应该是要一波了 再飞过来 CD终于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 这个来不及了 这个位置再定到拳上 打摸打到CD好了 再是一拳 正面一波团灭 没错 有如飞蛾扑火 真的是没有办法面对地方 这么多个人 看起来真的是势不可挡 正面三连塔一推 来到了里面方 一波节奏之后 连人带塔一起拔掉 是的 感觉还是有一点困难吧 随风进来 旁边就有一个蓝魔有四截 李渊芳要拿命抢 进来还没有抢到 是 被拉回来 关于一个点 再顶一发 顶回来李渊芳 祝国亮这波应该是什么都杀掉 这两波都走不掉 这个真的就是拿命抢 没有抢到 要崩 对 抢到了就有可能死在里面 是的 其实很好打 今天的话被焦塔拉了一下 但是应该是有机会打的 我们看随风这个大招 侧面抖出来 砸到一个达摩 阿泰这个走位很聪明 既没有往下走 也没有往前进攻 是直接退到塔下 先拆上路外塔 这位笑草进来 闪现再拉 两人输出 这一拳 这一拳定到了好多人 我的天 这四个 关于入场 一发击我的天 直接批死了李渊芳 哇 刚刚这一拳回头一打呀 本来这波团要 我说实话 正面这一波团要崩了 对 一拳定到四个之后 我当时就觉得XXXX有机会 结果没有想到 反打来的这么快 不还好 结果的话 张飞是没有大招 正面赶上来 那个位置差一分关于 尽量加了进化 要说我尽量加进化的话 强推确定吗 这一波 砸到这个位置拉到两个人 是的 三人防守 而且还有防御塔的保护 阿泰没打出了被动啊 这个在塔下直接被离开 打猫又是一拳 我的天 这局放松的表现简直完美啊 正面又是一波零换三 诺龙赶到 但是支撑的输出并不太够 侧面还有一个NITE 一个淘汰开启大招 还有大招过来 看他这个大招怎么定到 捶不捶得到 阿泰直接被捶起来 很关键 关羽一刀劈过去 这波张飞血量掉了有点快 远方直接被苏联秒掉了 正面这个位置有点难打不开 骆龙 骆龙 马可波罗输出位置特别好 是大招转起来 应该是能够收掉这一波 淘汰帛车次赶到 这边的话找机会能收掉两个的样子就是已经不亏 非常可惜这个二字能的收没有拉回来 看看马可波罗这波能不能打 这边真的收到了2个 关羽这波 蛇行走位 走不掉 这个位置肯定走不掉 看这位人都给 再蛇行走位 还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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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不走 转不走 这个位置真的转不走 苏烈这一个二技能推到了三个 效忠跟进来 大招顶两个后面就在输出阿太 李源芳这个位置恐怕是走不掉 最后普攻还在说 这个位置别急不太说都没减速了 阿太没有死 先普攻点掉了关羽 但是自己也是血量太残无力回天 正面一波一换三的团战 刚刚这波我们可以看到 阿太的一个处理非常到位 是利用一个二技能的减速地带 打断了关羽的冲锋状态 哎呦这边放纵 对于伤害的一个把控好 就是好准确啊 是的 强心修改一下 对不起二换赛 张飞要被骗大了 这边憋住了一个大招 张琳一切了 他被打出了被动 这个位置很大了 张飞这个大招终于持续吼出来 奈特切到最后方 马可波罗被逼的走位非常靠后 这波出处位置并不是这么好 血量已经很残 现在看这个大招 没有收掉取杀 收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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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现在苏莉二技能顶上来 这个位置 效忠这个大招是掩护队友后撤的 但是奈特又出现在了右边 一个月塔 看这波怎么守 马可波罗的大招爆炸啊 闪现上去 哇 诺龙上来 这一个大招直接转穿了 这个一只能 最后能不能收掉 蓝博男兵换掉了 对面最后一波四换五 诺龙站到了最后 蓝博拿下一波三连决胜 是的 正面进来张飞 这个大招怎么好啊 阿泰过来 大招转出来 抢后了这台黑暗暴君 正面 一拳 进场 这拳定到了潇洒 但是不能再往里面追 阿泰停到了最前面 这个打得很关键 顶其两个人耐他 没有办法再往后切到后排 蓝博男兵换 这个往后后撤 放纵直接进场 这一套伤害 但是却拧着打关键位置 苏烈率先倒下 是的 不过诸葛亮 输过去位置非常好 我们看这波马可波罗 还在打 明刀 没有挡住这个伤害 收不住了 正面 要一波了 是的 三连决胜拿了 这边最后剩下了一个蓝博男兵 正面一波林华斯的团奖 但是只有一个辅助 正面怎么守啊 我们看冰线中路先到 这一波很有可能能够一波 因为中路冰线 应该是要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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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一个人守不住这五个人啊 而且身上还有复活甲这么多 打魔管都不管你 直接一拳这里哄开 拉到人 没有办法 生活时间阿蔡能够活 但是来不及 潇洒被带走了 冰线进来直接拆掉 让我们攻险XU 搬回一局 没错 有个旅言方在 而且选择被打残了 潇洒这边掩护队后撤 关于刀刀直接带走 是的 这波入侵 sweeper失败而告终 而且可能火把 红要丢 红要丢 一定会丢 这个位置没有任何防守能力 是的 而且这边是拿了一个 我们看 兰博两击进来 唯一的机会了 这个的重量拿不到 这个都真的拿不到了 都拉回血了 拖战了 有机会被动杀刑 而且德加来了 德加来是一个生力军 直接击杀掉了曹操 下去的话还被潇洒 这边拉了一下 是一个人挡三个啊 我这个不能再说是独奈了 他可能走不掉了 而且插好拳 大魔阵拳 大魔阵拳定到了一个 陶操 里面方被描了 这边打了一波一换一 不要急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大招还在 关于这个时候进场 这一个进场 队友都已经死了 是的 德加手上捏力发大招 这边的话 张飞这大应该 这一推啊 齐杀推的不错 是 二只能再一踩 普攻强推 直接推死诸葛亮 再看下阿散 后面虽然切到三人 但是没办法 双拳难题六招 歪了一点 诺龙这边被打得很疼 但是没有红霸发 在这边不太能留得住 是 我主在长飞 来晚了 是的 隔股子一个拉 拉到了两个人 并没有太大作用啊 但是肥重看 奈特在正面的话 这边 切的位置切得很好 是的 这边德加顶住两个人 正面这场上是一个三打二 这蓝波直接被一刀劈死啊 回头再打 笑组 四打一 三打一 哎呦天呐 真快这波有点崩啊 走不到走不到 这波主宰先 这个就很关键让我们看 达摩这一拳盯到了谁 盯到两个 盯不到啊 这边想要盯李远芳 但是被李远芳二只能躲掉了 正面这一波关羽还能推 正面可能要被一波 是阿散被连续的反顶 根本走不掉 反推 达摩也要死 是 德达撞了出去 撞到一个张飞 虽然换掉了敌人 但是正面作战能力 我们看一下 两路高丽被推 一波的话 可能有点悬了 但是 已经是打得非常凶 不过关羽切了后白 我的天 笑组这边换到了阿泰 关羽刚那波切后 是切到了一个 再拖一下 再拖一下别着急 冰线进来 没有人复活 我们看潇洒 最后八秒钟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了 我感觉这个游戏来不及 已经进来 XQ即将拿下这个关键性的一份 让我们把最热灵的掌声送给XQ 恭喜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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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